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怎么样选择一台 全家大小都满意 而且三代同堂 也不会被打枪的车款呢 今天达人好朋友的意见 也许大家可以来作为参考 我们首先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四位达人好朋友们 你们的座位上面都有白板 认为什么样子的车型 对于一个家庭来使用 是最好的选择呢 写好之后我们就直接亮牌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OK 有MPV 有人觉得是Wagon 有人是SUV还有CUV 几乎好像包办了所有的车 但是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听艾大 你为什么选择SUV豪大霸 是什么意思 因为SUV我觉得 最适合家庭用的一台车 大家知道我喜欢轿车 喜欢Wagon 而且从来没有买过SUV 不过我这几年来 一直我非常非常的动摇 非常的心动 为什么呢 别人都有我也想要有 而且我也想体会一下 SUV全家出油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其实推荐官员我们SUV 也有其他的原因 第一个SUV是什么 豪华 大空间 而且等一下 霸气 所以我没有写CUV CUV这个我感觉 稍微小加子气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我推荐SUV的原因 那为什么郑杰你被打枪呢 SUV你觉得 我马上要跳出来澄清一下 我觉得应该说我跟艾大一样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的车子 但因为我没有家庭的需求 但是真的这个主题是家庭要使用的时候 那我觉得就买现在最夯最吵的就好了 SUV有什么优点呢 其实优点就在于 第一个它比较多位化比较小型化 第二个小型化所以它自然便宜 当然就跟艾大说的SUV那个是相反的 但是这样便宜是不是表示入手 价格就低 门槛就低更多人可以享受到 其实它最潮 现在SUV是最夯的车子 所以最夯的车子 第一个暂时不会退流行 第二现在的二手价也会好 所以在这些种种的加权之下 加上说真的 大部分的家庭 如果是小家庭 不要说真的是三代同堂 一般家庭 真的还要养小孩 对对 钱很重要 而且你真的需要多大的空间 其实想想只要放得下娃娃车 放得下婴儿车 CUV甚至先贝车都坐得到 所以其实我觉得 CUV就够了 所以果然是没有小孩 因为它以前想 我通通都想过了 还有就是这个二手价先 暂时不用考虑 因为你一台车买来要开好久 所以这保证 这个是花心 买来就要卖 我告诉你 空间大不大很重要 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 当你小孩 放了儿童安全椅之后 他坐没有两年 马上他就要踢你了 你知道小孩踢得到你的椅背的时候 开车后面小孩在踢你 你又不能怎么样 你那个心情有多啊 你才发觉原来扣座空间 是这么的重要 然后呢 万一我每次带你怎样 把东西放到行李箱 其实几公升几公升 只是一个数据 好不好放很重要啊 你知道妈妈挑选 那个婴儿车的时候 有时候好看 是因为推着孩子去下午茶 那个感受 所以有时候婴儿车 折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爸爸没有办法坐主你知道吗 结果折起来说 这样放也不对 这样放也不对 直得进去 横得进去 通通卡住的时候 你就会恨 为什么你要买一台 这么小的车子啊 对你们两个都不用再争吵了 因为我觉得乃哥的选择 绝对不会被打枪的 对不对乃哥 没错啊 因为我 不要说是家庭 我觉得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空间很大的车 看得出来你买摩托车也要很大台的 对因为可能跟体积有关系 没有啦 其实我说刚刚讲到说家庭既然要家庭用车的话 我们不只想到小孩 可能是三代同堂 对 所以大型的MPV呢 其实对于空间来说 包括像长者 小朋友都可以照顾 像郑杰 虽然他现在未婚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买CUV可能只能放两个所谓的安全座椅 对不对 儿童安全座椅 但是他把外面的小孩都找来的话 MPV可能可以放到七 对不对 七个儿童安全座椅 这个像考量人品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你说第二排的话 其实很难踢到第一排 大家都知道MPV的大小都比较大一点 没错 有人可以找中型一点的 大概四米八 尤其现在露营风又盛 也就是说你就算小孩子长大了 或者是说家庭成员有变化的时候 这种车子是会可供 进可守的一个车子 可以持有的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而且他的改款的时间 也都拉的比较长 所以你买MPV会有 就是说各方面考量的话 我觉得他对于家庭来说的话 应该是非常好用 真的未来十年 你有这样的打算的话 的确MPV 但是可是这个困扇跟你的Wagon 似乎被夹在中间就有点尴尬了 为什么你会认为Wagon适合家庭使用 就我来讲一下 我觉得Wagon 因为我选择的是爱大的旧爱 在以前选的是Wagon车 对不对 那我觉得Wagon车 第一个Wagon的型格 不管它的造型还是它的设计 我觉得依然是非常倦勇的 非常倦勇 它所有在所有不同类型车子的造型里面 我觉得它是No.1 而且它又代表的是什么品味 又代表是品味 你只要一开旅行都出去 就是哇 这个你才独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品味 那再来讲刚才讲乃哥讲说剑可空退口车 我觉得剑可空退口车更是Wagon莫属 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讲 我们说现在的SUV是比较家高型的 所谓的旅行车 对不对 所以其实旅行车也具有一大相当的SUV的空间 是没错 对不对 所以要空间它有 然后要造型 要型格 这是其他三个类型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在开SUV的时候 第一个因为我很重视什么 操控乐趣 所谓要轮到操控乐趣 最本格派的就是Wagon 而且要舒适性 给家人舒适性 它也有 对 而且如果说我还要四轮驱动 也有啊 Wagon也有四轮驱动 所以我觉得Wagon是一个比较值得收藏的一部 以现在这个车型来讲 Wagon是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不过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考量说这些车型 要MPV要Wagon要是SUV之前 一定会先考虑你自己想要买车的因素 有哪些会影响你要买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项调查会发现 在你已经步入家庭跟单身 竟然差这么多 这个考量的因素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媒体做的数据统计 其实真的是反映了结婚前结婚后 它有几个要点 其实大家都应该都可以认同 包括是我 但是呢可能在真正我去选择的时候 有些东西会跟大家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第一 如果我们再先说 我们再买一台车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价钱 可是呢在真正讨论的时候 你看价钱其实都在排在很后面 所以代表现在台湾的人 买车不手软 价钱已经不是我们以前 那时候先看价钱再看挑什么车 当然包括像我们刚刚选择 那么多的车型是代表什么 也就是说以前的车型 真的选择比较少 现在的车型变化很多 所以选择多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 一般来说动力与操控乐趣 像刚刚那个昆臣喜欢的呢 你当你有了家庭之后 可以从百分之五十九 单身的时候 一个到了百分之二十二 但是昆臣说的很好 维肯可能可以兼具在这个家庭跟单身之中 对 禁科的时候这样子的概念 大概就在痛力与操控乐趣 你看单身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性能 还是有一个动力上的迷恋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什么大排气辆 大马力大扭力的车还是情有独中 因为单身有时候只要养自己就好 跟你的车 你的小老婆嘛 小老婆 这就是小老婆的概念 所以小老婆我愿意花多一点的钱投资在这边 但是呢还有一个呢 我当我单身的时候 对于外观造型是不是就要求不加了 当然因为你没有外观 你就不会有另外一半 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都一样 因为开车出去就是代表你自己一个身份嘛 对不对 但是到了家庭之后 对不起死会了 死会了 你要 造型没感觉 你要瞎趴 你要去干嘛 你告诉我 对不对 回家就要跪健康 对 你耳朵可能就会 对 就有默默一直捏一直捏 老婆会一直捏你的耳朵 像我们导播开那种什么敞篷的小跑车 那就是有问题的 没有他都在他妈妈 在他妈妈 这个理由我也不相信 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内装跟空间进行 在单身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 我把投资都投资在哪里 不来跟外面 可是内装就好 我两张桶行赛车椅就好了 就开的爽爽的 对 以前我们像爱戴 我们这几个都一样 症结除外 我们以前管他 没有他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开跑车 对 我们不管方向盘有没有气囊 气囊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不是有止扣的方向盘 赛车方向盘 大凹的方向盘 气囊对我们来说可能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进入到家庭 就是我们刚刚的第一题 为什么你看我们四个专家 选的没有防车 没有跑车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内装跟空间机能 进入家庭之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包括你有没有Isofix或者你的Apple CarPlay 这些东西是给予这个内装上面的一个 配备的提升 因为你从一个人变成也许两个人 三个人四个人了嘛 对不对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有需求 主被动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单身还是这个家庭 都很重视 果然没错 你发现单身的时候 对 可是他的比例是高的 在单身他们也是会注重 所谓的主被动的安全 为什么 其实不一定是 因为主被动安全很多时候 你是用不到 是用到的时候才发现它的重要 对不对 或你看到新闻才发现它的重要 但是呢 现在车商在卖东西的时候就会说 你有茶叶但我没有 我有送卤但你没有 所以一比较的时候 几乎现在车在主被动上面 都有了提升 所以它也会变成买车的一个 比较的东西 在于CP值就在这里 真的因为现在主被动安全 包括了先进的AIDAS 所以很多年轻人单身的 他会觉得说 我就是实在的尖端 我必须要有这些先进的科技 科技我要会用吗 不然我会变老人家了 对不对 你看在保养成本价格合理 品牌形象转售价值跟耐用度价 反而是在他们所有选项中 比较低的 但是在于有家庭之后呢 保养成本变什么 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钱交给了老婆 或交给了另外一半 交给了家庭之后 你没有什么开销可以多花 结果呢 你如果车子在挖你一个洞的时候 哇不得了了 真的耶 你要跟家里去请这一个 维修基金的时候 都很难 单身不用啊 买来的东西都说 没有我吃泡面的时候 一家宝就全家宝 对 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车子开出来开回来都不太一样 然后都骗说那是抽奖抽到 都是这样 因为单身嘛 是奶根才会做这种事吗 不然你不能跟家里交代 对不对 就是抽奖抽到 可是你有家庭的时候 你就算抽奖 你还是要有钱出去嘛 所以在价格上面的这个 保养成本占比较大的比例 但是你有家庭通常售价已经不是重点 因为最重要的都在其他 所以其他的东西可能就在这两个 不管单身还是在于说有家庭 其实他影响就并不大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 真正我们看这三条 这三条的变化最大 对 那用度加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所有的这个有家庭的人 因为要CP值高 要妥善率 代表什么 他就是轻打细算 轻打细算的时候 他也会想说 如果我可以开久一点的话 我不要勤换车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年轻的时候都开跑车 现在都开休旅车 对 开休旅车开SUV 然后我说以前你的魂在哪里 他说我那些新婉直的魂 都已经奉献给家里了 因为什么 我就说出来玩出来玩 只有一句话 我们就会说好你回去 说我要接小孩 好好好 没有任何的理由 对没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在家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些程度比分比较高的 大部分就是因为要省钱 真的 如果你要是有家庭 千万不要交到坏朋友 像乃哥这样 每次都要找你老公出来玩的 好了 题外话 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在这项调查当中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步入家庭之后 最先考量的一定是空间 还有安全 甚至于日后的 这个养护的成本 那刚才我们的专家 分别推荐给大家 认为适合家庭用车的车型之后 接下来你应该买哪一款车呢 是专家新有所属的 爱达 你会推荐哪个车款 以SUV目前市场上面来说 其实有非常多品牌可以选择 而且大部分都是豪华品牌 但是我心有独钟的 就是Lasus的RX 因为RX基本上是 非常大气 空间非常大 而且霸气的一台车子 最主要它有多元化的变化 会推荐给观众朋友们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适合各种 不同家庭的选择 因为它有五人坐的车型 它有三排座椅 六人坐的车型 也有六人跟七人 也有三排座椅 五加二七人坐的车型 甚至它这个三排座椅的车型 车长还加更长了一些些 所以这个非常适合 不同家庭成员组合 或者是你的家庭成员 你的二加二 夫妻两个是带两个小小孩 还是两个中小孩 两个大小孩 还是有三代同堂需求的一个 这个乘坐方式都能够满足 而且我刚刚讲了嘛 这个SUV要什么 要豪 Lazos是不是豪华品牌 是 Lazos RS大不大 大不霸气 你看看前面那个 Kemlook水箱护照够不够大 大超大 不过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因为最近寒流来 大家都要冲上山去赏雪 现在河外山已经公布了 非四轮传动车辆 不得上山 不准上山 没有装雪垫 你也不能上山 所以除非你就必须要看一下 你对于这台车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你常在市区走走停停跑跑的话 RX还有这个什么 油店的版本 我觉得也蛮适合 可是如果你到结了婚 有了小孩之后 你还是一样这个晚上睡觉 睡到一半 新闻转一转说 下雪了 走 我们夜冲去看雪 怎么办 这个车没有四轮传动车 所以我就会推荐另外一台车 叫做Toyota的Prado 而且现在新年是柴油引擎 这个动力又好 税金又省 又有四轮传动 一定上了了三 那冠英你一定会说 那豪大霸怎么解释 有豪气 霸气 霸气 所以非常非常的适合 这样子一个选择 最主要这两个车子 价格其实都不算太高 我们也符合大家结婚后 对于经济型的 经济的一个需求 跟CP值高的一个考量 我觉得这都可以符合得了 我们的一个需求 真的 因为丰田的车款 毕竟就是它的投散率非常高 所以你十年之内 你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刚才爱大师推荐 Lexus的RX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坤仁哥 他推荐的车型呢 是属于Wagon 那你推荐的车款是 我推荐的车款是Skoda的这个 Super Combi 对 这个Super Combi 第一个我们说 你看看我们看照片的造型 没有 造型真的是很帅气 尤其它那个Sport Plus 有没有 它的前气霸 对不对 很运动化的保感 然后整个的车格 它整个车格是4米8多 其实车身还蛮大的 那其实它的后座空间 后座空间真的是大的惊人 它后座空间我坐过 它坐在后座 它还有四个拳头以上的一个 可以吸附空间 可以当后座买家的车 对 所以 你开了这部车 尤其开了这种Sport Plus 因为第一个它动力很满很棒 对不对 动力是272匹 对 讨好的驾驶者 但是它也不会亏在 坐在后面的一家大小 所以它整个的车格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符合 一家大小 不管是你有四口 或是五口之家的 都非常的适合 它讨好的驾驶者 也愉悦了所谓的 坐在后座的一个家庭 那我觉得它这次的一个小改 它除了在造型上 还有在车舱上 维持原来的一个设定以外 造型有点小改 然后车舱也做了一些细节的更动 那动力它还有分为实用型 跟我们说所谓性能的一个配置 实用型有1.5升的 150匹 经济实惠型 它还有气缸鞋子 ACT 所以你要实用的 你就可以选这个1.5升 那你说我要有动力的 我要有性能的 那你可以选它有SPORE PLUS 还有一个SPORE LINE SPORE LINE大概190匹 对 然后SPORE PLUS就是272匹 所以你要实用的 要性能的 它都可以满足到 而且我觉得它价位定得非常合理 像在我们说1.5升的 菁英型 它大概132.9万 然后中间的SPORE SPORE LINE 大概是159.9万 那我们说现在我们画面上 看到这个是 最顶规的 最顶规的 179.9万 所以我觉得它从139万到180万 都可以满足你所要一个价格带 那在造型 在动力 在空间 行李箱尾箱 我们做尾箱 它有660公升 对 好大哦 又完整又平整 比一般的SPORE LINE还大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 所以我推荐这部Skoda的一个控比 对 昆仁哥推荐的这个Wagon 就是SUPER的控比 那刚才郑杰有说 他觉得说 欸 CUV还蛮适合家庭使用的 那你推荐的这个车款 是 适合家庭使用 我觉得刚刚他们实在是活在云端上面 随便讲的都是两三百万的车子 一般的家庭 莫忘事实上苦人多嘛 对不对 其实一般家庭买车很多的时候 还是要控制在100万内 这是我为什么会选择 CUV的原因啊 那其实我选CUV 最早浮现的那个印象 就是我现在要推荐的Kicks 就是因为有这个车子 我才觉得 其实CUV是适合家庭使用的 怎么说呢 我们先从价钱开始看好了 他最入门 最最入门69.9万 现在69.9万 也就是70万能买到什么车 你想想看 几乎买不到什么车 要不然就是很小的 要不然就是很阳春的车子 但是Kicks呢 他虽然说 最高规呢 可以到79.9也就是80万 但是在这个70到80的这个价格带之间呢 他就已经可以给你足够使用的空间 然后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Kicks看起来小小的 空间怎么可能多大 他光他的行李箱容积就有428升了 其实这个数据 不小哦 对他有概念来讲 对不小 然后再加上他坐在里面 他的空间的开阔度跟明亮度 还有真正的 像你手肘拉头顶的那个空间 我们都开过 其实他不算差的车子 没错 然后骑士呢 在外观上 他也是有像双色 他连内装都有双色 在潮流上 在流行度上 甚至在时尚感上面 他也不输一般的车子 嗯 他全年卖了15700多台 他基本上其实是国产修旅里面的二哥 一哥是CRV 不过CRV不过多卖了他500多台而已 你就知道15000多台的这个量 表示有很多人其实支持我的意见的 他们认为这样子的车子 不只个人使用方便 就算是家庭使用也很符合 所以我觉得 我会推荐Kicks的原因就在这里 真的 因为养一台CUV其实也在经济上面 也比较没有负担啦 那除了看完了正解压推荐的CUV车款之外 乃哥你选的是MPV 你认为什么样的车款是最适合家庭使用呢 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最适合台湾的家庭使用的 一定就是Honda的Odyssey 日规的Odyssey 对 为什么呢 其实日规Odyssey大概从2013年开始就发表了 台湾大概应该是5年前引进台湾 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其实已经大概过6年的时间 大家会说啊那这车会不会觉得比较老 但是我就说嘛 一般的MPV改款都比较长 时间都很长 所以那经过了现在算起来应该说8年的时间 可能还没到所谓的大改款的时期 因为它17年才一个小改款 那这个小改款就已经把安全配备都 标准化上去 除了最低阶的 那但是呢我还是说 整个说起来像刚刚正杰说 买车啊要莫忘事上苦人多 但是呢就是说家庭用车的使用时间会比较长 那如果你想到我选择一个MPV的时候 不仅是照顾你的小孩子 还有照过家里的长者 所以MPV很适合台湾 原因在哪里 第一它车高没那么高 第二它车长没那么长 也就是说它一样控制在5米之内 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这种 mini van的造型的MPV 它可能尺寸就大一点 或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机械停车 车格沉重不够太重了 或太高了 但是Odyssey在这一方面的话 大概就比较能够符合台湾的 使用用录的环境 当然一人开它会不会造成负担 其实我觉得不会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一颗2.4升的 这个自然禁忌引擎 其实它在实际使用了这么多年之后 大家都知道它还是维持着一个 还不错的油耗 所以你一个人开车的话 你就当时开一台这一个2.4升的轿车 因为尺寸也差不多 而且你不用的时候 第三排也收进去的话 其实它在你是要露营要什么的话 所以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多功能车 所以我觉得说在于家庭使用的话 这一台MPV算是不错 而且可以在买的价位之中 它虽然不算最便宜 但是也是大概算是非常合理 大概应该就算台湾可以买得到 应该是第二便宜的车 因为它从140几万 就有这个所谓的入门版可以选择了 我打个比方 未来这个Apple Cloud 出来生产出来了 卖到市面上 卖不好出了什么问题 是谁的问题 当然是苹果的问题嘛 可是如果卖得很好的时候 是谁的功岛 当然是现代汽车的功岛 台湾真的有这么多的人 都会买这种MPV的车型吗 我们就来看看2020年 在MPV的市场上面的销售成绩 到底如何呢 2020年中大型的MPV 其实在市场上面 算是很稳定的一个销售需要 而且卖的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关于刚刚提到很多帅爸爸开这个Honda Odyssey 哇 改得非常个性 我遇过好几个 Odyssey的车主 都是气压旋道 这种升降 然后呢 前年哦 对对对 无限全车套件 然后加上这个锻造旅圈 大卡钱 大鲍鱼的这个刹车系统 好帅哦 所以这车子会改得非常非常的帅 当然呢 因为这些爸爸可能早年呢 就是开这个三门喜美跑山 对于本田的这个底盘操控技术呢 各方面都有所这个中程度的一些车主 没错 Honda Odyssey呢 也是我所开过这些MPV里面 操控性基本上可以算是最好的一台 但是它因为尺寸上面 跟这些其他车型上面有一些些落差 它算是尺码比较小一些些的 但是还能够保有什么 保有Honda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操控本质 不过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很特别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都在讲什么 Honda Odyssey要怎样 小改款啊 那每次都说小改款钱啊 这个车子是不是走到末代周期维生 是不是销量会差一点 事实上其实也没有 你看看它一样卖的是相当好 而且占据中大型MPV销售的第一名 而且还有一点 以往我们常说什么 这个小改款之前 或是末代车什么加配备不加价 在Honda Odyssey上面有没有 你有听到任何讯息还是新闻稿说 Honda Odyssey要加配备 没有 因为他缺车 对 卖到都息瘦了 我还加什么配备 所以在台湾市场上面 就像这个乃哥刚刚讲 这个车子算是非常独特的 一枝独秀的存在 那再来看到第二名第三名 其实可以算是双升车 第二名是这个Toyota的Alpha 第三名是Lexus的LM 其实它本身的底盘架构 包含现在新年式的Alpha 也全部换成2.5升Hybrid的引擎 跟这个Lexus Lm是如出一侧 不过在外观上的修饰部分 跟内装的奢华程度 当然Alpha跟Lm 就会有非常大的差距 而且其实他们这两台车 售价相对而言 算是非常非常高端的 而且尤其Lexus Lm讲这个高价 高到一个是让人觉得 哇一台最小车要买500万 可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买到这是什么 还得排队 真的 真的 所以这个车子在市场上面 它就变成独特的稀有存在 就是这种车比较变成大老板的 商务类型 使用的这种商务车 无论是大老板自己做 或是接送什么VIP客户 都没有在开的啦 都是有司机在开的 跟一般家庭使用上 比较有一些区别 再来我们看到卖第四名的是 Lastgen的这个M7 卖了1074台 你会觉得很特别 Lastgen好像声量稍微小一点 除了它的新的这个URX 因为它有多功能的一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 有扶植车的功能 对对对 所以它卖的还算不错 但是这台车其实在市场上面 很稳定的成长 为什么 很稳定的销售 因为这个价格带买到这么大尺寸 买到七层座 买到侧华门 买到这么多功能的车子 大概市场上 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买 它的CP值高啦 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人都会在 看到这个车在路上跑 都是黑色的啦 因为它也是有特定的一个 一些用途在存在 再来看到 Masibis的这个V-Class豪华 它也豪华 比较豪华品牌的 这样子类型的MPV 其实这个车子呢就 蛮特别的 我们刚讲这个家庭使用很多 这个算是所谓特殊的商务用途 或是营业用途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大老板的商务车 那V-Class算是最特别 因为我有认识 机场接送吗 我有认识很多朋友 是干嘛 它自驾喔 带小孩出去玩的用车喔 真的喔 那也有这个大老板的商务类型 因为它是欧系车或是宾市的 这个品牌忠诚使用者嘛 对不对 那也有刚刚冠宜讲的 商务类型机场接送 还有这个小型旅游团 因为现在疫情也不能出国 国内旅游 国内旅游变得非常的夯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家长辈就是 这个什么叔叔婶婶 揪一揪 四个老人家就包了一个小包 然后就去了这个九份啊 去金山啊 会很开心 所以这样子的车型呢 你就会发觉 宾市这种车型是最特别的 很多元化 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使用 反而没有像其他的车子 对于使用上的一个状况 定义这么样的明确啦 不过你重刮这些MPV车型来看啊 还是怎么讲 还是比较偏向商用型的角色多一点啦 所以为什么Honda Azi可以卖的这么 因为车身池宝比较小 而且它的改装租源又非常非常多 套件上在整车 tune过之后 比较像什么 personal style 比较有个人的风格 比较像自己开的车子啊 你不会开出去参加 开Odyssey去同学会说 哎 哎 关于你现在是改行 做机场接送吗 不会 不会有被他有这种问题发生嘛 对对 所以刚才艾大有点出了一个 在这个MPV市场上面的状况 大部分呢 在前五名啊 都会发现商用的气息 比较多一点点 只有Honda的Odyssey 是属于比较家庭的用车多 可是接下来Honda的Odyssey 它将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KIA的Carnival 而且它听说配备呢 还有各方面整个设计啊 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是不是坤仁哥 没错 我关于你讲的蛮对的哦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KIA 这是全新第四代的一个MPV 但是它这个MPV 它有KIA把它做一个重新的定位 它是属于MPV加SUV 它有MPV的一个车枪的一个功能 但是有SUV的一个造型 那我觉得我们刚才讲 埃大卡有分析他几个上2020的一个销售冠军 我觉得你相对于这个KIA的Carnival 全新第四代Carnival 你会觉得哇 这个造型是完全让人家耳目一新 而且它走它自己的路出来了 它不再像一般的传统的香 比较很香型化的MPV 那造型当然我觉得像来是KIA的一个强项 它透过水箱护照啊 然后C柱的那种比较立体的一个镀铬式板 去强调它跟一般的MPV有不同不一样的地方 很霸气 然后它整个车长是超过5米 轴距有3米 然后车快也接近了2米 所以你看它整个车格放大之后 它甚且所以它的座位安排有规划 甚且可以到第四排的一个选择 11个人 对对对 11个人 天啊 对 所以它有第四排选择 那你看如果通常标准座啊 大概是7个人跟9个人的一个选择 是啊 对 那你如果标准座三排坐满哦 它强调它的行李箱空间 还有2900公升 三排坐满哦 三排坐满有2000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它整个车格放大了 那它不就非常非常大吗 但是它介于它这样的一个线条设计 我们来说它AB柱是黑 把它黑色化了 然后C柱有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镀铬的一个视条 所以整个在车厕线条来讲 它整个不会不会感觉说 整个很笨重 不会对对 那这样车厢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刚才讲它三排 不管是在以前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最近这 我们看目前排行榜上这些MPV 它有了三排坐椅坐过之后 它的行李箱空间就变得很小 对不对 这是它的缺点 但是卡里莫克服了 那刚才过来讲到 它从你看从它Sorrento 给人家哇眼睛眼睛为之一亮 不管是造型 还有内装 内装是非常的数位化的 一个科技的一个车舱的铺层 那这次这个卡里莫也是一样 车舱不仅是数位化 科技化 它在整个质感设计上 也大大的提升 所以从第一排 第二排第三排 甚至到第四排 整个都是营造是一个非常豪华 而且是具有质感的 这个相信只要消费的 做到车舱里面 它就会感受到 KIA这种浓浓 非常浓烈的一种豪华化 然后质感化的一个设计 那动力上 动力上它现在以目前呢 因为像Sorrento 它是采用2.2层的柴油 那大概这个建材国内的 KANIMO也会采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力设定 那只是它最新的一个 世代的变速箱 采用了已经 变成那个 Drive by Wire 所以它整个数位化的一个传输 会更快更顺畅 那动力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在主被动安全呢 一样 它该有的一个 他们所谓的Drive by Wire 这样的一个主被动安全 它也移应俱全 对 所以它在整个的一个设定上 不管是从造型 或是到车舱 配备到主被动安全 一直到它的行李箱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呢 它会让消费者一心耳目就是说 以往它的MPV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做到新的KIA的KANIMO的话 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那这一部车呢 本来预计第一季会上来 但是因为可能受到疫情的关系 最可能会到第二季会上市 到第二季 但是现在不是已经测试车来到台湾了吗 对 所以大家还要稍微再等一等了 再等一下 刚才呢 我们聊完了达人们所推荐的车款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外国人的想法 跟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一样呢 外国的评测机构也推荐给大家四款呢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的SUV 到底哪四款榜上有名呢 我们看到这四款 这其实在台湾都有卖嘛 对 其实这四款这也算很热门 就是几乎都是我们现在最夯的 像Ruffle 这个大家都很熟 去年卖了三万一千多台 对 新一代的神车 是隆重登上神车宝座 对 然后像CRV 这也是国产神车啊 刚刚有讲到一万六千多台啊 虽然说少他快一半 但是他也是国内的休旅车冠军 国产休旅车冠军 那 这个评测机构 KPB 他选择这四台车的理由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他主要是认为 既然是家庭用车 五人做SUV 而且很明显的 这些品牌都不算是豪华品牌 都算是一般品牌 那他认为什么样子的车子 最应该拿来推荐给家庭使用 很简单 首先是价格 价格不能过高 骑士空间要够大 再来因为是全家使用 所以你的安全配备 安全科技的部分 要齐全 可能保障全家人的安全 对 然后再加上像二手架啦 还有保修妥善度 够不够可靠 要不要常常让你修车 这些事情 全部这些条件总观下来呢 他才推出这四台车 建议给消费者 这个我们完全不会打枪的 理论上在北美绝对不会打枪的 但是在台湾就不一定 为什么 我觉得都很合情合理啊 是啊 没错 但是事实上是这台车卖三万多 这台车卖一万六千多 但是这两台呢 却相对没有那么亮眼 对 像是Forest来讲好了 他去年卖了一千九百多台 你不能怪人家 因为人家没有车卖 对 缺车啦 而且他是真的中型SUV里面 他的空间最大 是啊 是啊 他其实也是还很棒的车嘛 对 不过除了那个空间很棒 然后而且还有缺车的问题 造成他的销售量减少以外 其实呢 他在后勤上一般消费者可能会觉得 这是保修厂不够多嘛 对对对 然后价格因为进口车 所以比较高嘛 这些部分导致大家也会比较 没有再怎么样 应该这样讲 他就算不缺车 他也不可能卖过CRV或Rubble 这也是他未来要努力的地方 是的 但是更惨更惨的其实是Santa Fe 这台车我们试过 这台车其实是非常棒的车子 尤其新世代 外观豪华 内装精致 然后空间又大 还有三排七人座 各方面都更适合 但是他很遗憾了 他先天 悲战之最是 他是韩国品牌 台湾人买车真的到现在 还是没有办法矫正那个概念 尤其是家庭用的SUV 你说比较年轻世代的车 比如像现在Vennyu 或者是像Elandra 其实年轻族群都能够接受 就会买单 但是我们既然说是家庭用车了 可能就是40岁50岁 甚至60岁在买车的时候 那种根深蒂固的概念 可能还没办法一时之间转过来 这是现代要比较加强的地方 其次是因为现代 我们知道他旗下在台湾 还有很重要土桑这个产品 国产车的土桑 所以他为了避免价格在重叠 Santa Fe他有进口的Santa Fe 他会把价格稍微垫高一点 在这四台车来讲 他入门价就要129.9万 其他的入门价 却是有90几万或100万左右的车子 所以这也是他之所以能见度 会这么低的原因 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说 现代在台湾的销售占比 并不是这么的高 可是这个品牌在全世界 可是相当受到欢迎的 尤其是最近有一条大新闻 可是让现代登上了热搜的焦点 是什么大新闻 没错 其实Apple很早以前就说 他要推出Apple Car 或者叫做iCar 那当然最近其实传出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讯息 包含了苹果已经跟现代汽车 已经签下了要共同生产 Apple Car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合约 那当然苹果是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那兄弟也没有说 也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但是有说确实两间公司 的确有做了相当程度的接触 那当然这个新闻是 南韩的一个媒体所爆出来的 而且他是长期在关注什么 IT产业的这个媒体 那其实这件事情很特别 因为这个消息呢 光是现代汽车股价就大增了 20% 快三成 对快三成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讯息面 在这个市场上面 其实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另外也有一说 也有一说说台股也受到 这个苹果车的影响 因为苹果已经准备 什么要发布这个车子 因为已经叫台湾的供应链 包含核大包含富田什么 这些已经在准备 备料你要未来要生产 我的Apple Car里面的一些 相关的零组件 其实市场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所以台股这一串苹果车的概念股 全部也都往上飙涨 所以跟苹果沾上边的都有 连那个鸿海也是 是 没错 怪你既然提到鸿海 当时鸿海要跟这个华串合并 就是整合来去做 所谓的这个电动车自驾车 大家有媒体猜测说 因为鸿海本身就有非常强的 这个代工的这个机 这个代工的这个能力 那么他要跟大志杰合作 是为了要什么 为了要恭敬 他想要供进FCA的一个市场 其实我那时候认为说 其实鸿海本来跟苹果 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而且苹果本来也有 这样子一个计划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看到的讯息 可能是比一般 普罗大中稍微早一点点 但是像鸿海这种 本来就是苹果供应商的 早就已经知道怎样 早就已经知道 苹果未来三年五年八年 甚至十年长期的长期计划 所以他当然找做足处准备 我也想要来代工什么 代工苹果整个苹果车的一个市场 那当然找最快的方式 就是跟华商合作 甚至可以获得整车制造的一个经验 当然也有媒体去 那为什么又跟现代 当然也有 不过就表示说这个 郭台铭没有抢赢现代汽车的感觉 那他为什么会胜出那现代呢 当然现代汽车他有很多的抢 其实我们最近在现代汽车发布会上面 都有知道说 未来他整个 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布局 甚至他有新的电池产能计划 整个电动车的计划 当然也有其他媒体在推测 现代汽车可能啊 不是就苹果可能直接利用现代汽车 在美国的工厂 直接生产新的Apple Car 也有可能两间公司在 合资盖新的工厂来做Apple Car 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苹果汽车呢 苹果汽车跟现代汽车 藉由现代的整车造车的一个技术 来去做什么 来去做他新车的一个这个推广 不过怎么说啦 怎么说对现代汽车 我觉得都是好事 是啊 因为未来我打个比方 未来这个Apple Car 出来生产出来了 卖到市面上 卖不好啊 出了什么问题是谁的问题 当然是苹果的问题嘛 可是如果卖得很好的时候 是谁的功导 当然是现代汽车的功导 这车很棒 当然是现代汽车的功导 所以怎么样现代汽车 其实都是获得 有所获得的 即便他可能合作的价码很低 甚至没有钱赚 他也要帮苹果来去做这样的车 如果是我我也要啊 因为如果我跟苹果汽车做的好 苹果汽车也做的棒的时候 我等于是等同于 我苹果帮我现代汽车 推出的自由品牌的电动车 自驾车做的背书嘛 你说是不是 没错 所以苹果迷们 如果要是我们有最新的 Apple Car的消息的话 我们会陆续的帮大家来更新 但是那个是接下来 可能我们在不预期的 未来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嘛 我们就来看看呢 比较接近我们的 Lexus的NX 我想在台湾 大家都非常熟悉 豪华品牌修旅车2020年卖最好的SUV 听说最近在国外已经有大改款的消息 而且它的伪装测试车被大家捕获到了 对啊 其实国外媒体实在很厉害 这样子看起来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车还是斑马 它是NX 对应该是他们打电话给媒体说 我们那个伪装车要出来了 其实伪装车一出就代表车子已经在上路测试 差不多7788在一年左右 一年之内可能就要推出 快折的话大概应该是六个月 如果是照一般车厂的习惯来说 所以这一个捕捉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一月捕捉到的 所以今年有机会NX就会在国外正式发表上市 那目前媒体的推敲的话 大概应该就是在年底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改变大不大呢 其实包成这样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呢 家族与会一定保留 大家会说既然要改款 要很快的上市的话 它就代表什么 它要用到集团的资源 所以呢 我们知道RAFO这些大卖嘛 所以它的这个底盘呢 也采用了这个相同的这个模组化底盘的设定 代表说它的尺寸会比现在呢 稍微好一点点 操控更好一点点 但是呢模组化底盘不是在于这一个部分 模组化车身设计呢 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说 它可能装载无限的可能 什么叫无限可能 它就是NS啊 最重要的就是动力性能 我们知道现在的NS的这个动力性能 是使用的这个汽油的引擎 但是别忘记 Toyota还有一个PHEV的动力输出 还有最近非常闹得飞飞扬扬的 这个2.4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应该会在NS上 这个车型上面啊 做一个测试 因为为什么NS会有一个所谓的高性能版 然后还会有一个PHEV 还有包括现在的汽油 或者是混电的系统 那这样子的话 模组化的车身底盘呢 就可以获得最大的一个使用率 所以在新的NS上面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要关注的是在 它的这个动力上面的编程 那国外应该是在今年 那如果照时程的话 明年应该就是台湾这个NS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 在台湾路上跑的样子 哎呦真的 其实2021年听起来 似乎有不少的新车 也陆续的要跟大家见面了 不过在2021年的一开始 我想呢 话题性最高的 应该就是福特Focus的Active 它到底是不是适合家庭来使用 能不能带领一家大小呢 上山下海翻山越岭呢 听说它的越野能力也不错哦 真的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其实现在国人旅游的风气 非常的强盛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去探访一些秘境 就会经历过像现在这样子 一些泥泥泥泥泥泥 那么全新的福特FocusActive 其实它的车身有加高 不然前轴呢 比起一般版本 LOMO版本的这个车子 加高了40mm 那后轴的部分则是提升了44mm 那么它在车身的外观的部分呢 在前保后保侧群 以及人物部分 都加上了大面积的这个防刮材质 OK 我们现在进来 你看前面是一个大驼峰 那我们要把这个驾驶模式呢 设定在它五种模式 是其中一个叫做 简陋路面模式 这个时候就可以有 非常好的一个越野性能 OK 我们现在来进入 这个高度的大驼峰 它是非常的轻松了 就可以通过这个驼峰的路面了 下来是不是很刺激啊 当然在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里面没有柏油路了 只剩下黄土泥泥泥路面 不过不用担心 这个车子也是可以轻松的渡过 你看到我们现在车头的左前方 有这个非常大的土坡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 车子进来之后 你看我们的车子现在非常的倾斜 已经左后 我的左后轮已经翹起来 现在是右后轮翹起来 所以进入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大落差的地方 都可以轻松的渡过 甚至在这样的泥泥路面 配上专用的固特翼的轮胎 也可以很轻松的渡过 再来前方是一个水坑 没关系 毫不犹豫的我们就给它冲下去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福特的Active大概有将近 三十公分的一个涉水深度 非常轻松的渡过 那么前方我们看到这个V型沟 就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有不错的一个进入角 穿越角以及离去角的部分 这个是车身底盘加高 才能够拥有的一个性能 再来前面这个倾斜坡 其实有点像扭柏林赛道 是不是呢 当然我们加快一下速度 进去你会发现这个车子 带甩的进弯 不得了啊 这个车子前轮带动 大概1.5升的182匹的引擎 其实你看 带甩的进弯 非常的容易控制 这个车身的动态的稳定性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福特Focus C2底盘 那个刚性的这个车身 并没有多余的扭曲 其实车子里面也没有任何 震动的这个声响 看完了这个福特的Active之后呢 我们发现说其实原厂有告诉我们说 在上市的第一周啊 他们的展间就涌进了大批的人潮 表示这台车的确是 还蛮适合家庭所使用的 但是有一些家庭 他们也会选择电动车 来作为家庭的用车 如果你接下来有考虑 入手一台电动车 作为家庭用车的话 我觉得这台BMW的iX 是不是很可以呢 郑姐 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2018年洛杉矶车展出现的那台 Vision i-NEX的话 那台是一台很 其实坦白讲 有点诡异的一台概念车 你怎么用诡异型 大鼻孔吧 真的就大鼻孔 小眼睛 小眼睛大鼻孔 其实有点像外星战舰的感觉啦 那但是这个车 并不是真的只是概念喔 到现在全新发表的iX 在去年的那个 Next Generation 2020的一个科技展里面 发表的这个车子iX呢 就是它的量产车 其实它基本上把那个概念车的 很多设计元素 几乎都保留下来了 那这个车子为什么我觉得值得推荐呢 应该说值得等待啦 因为首先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说的是今年就是2021年 年终会期间会上市 但其实连原厂都还没有确保 到底是什么时候上市 什么时候发表 你是说在全球上市 还是在台湾 在国外喔 在国外 所以如果说好 如果到第三季上市 或者到第四季上市的话 你台湾 当然我们台湾的BMW 范德来讲的话 它引进车的速度算很快 对没错 但怎么快 我觉得21年真的有点难 我个人认为 22年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这车一定会上市 然后所以它上市以后 这台全电动车呢 当然会变成 就像之前EQC 或者像这Audi的E-Tron 来台湾一样 当然会吸引我们的研究 没错 因为它采用了双马达 这台车居然有到500匹的马力 其实它很快 马力很大 这么大一台车 这么巨大的一台SUV 有LSUV 它零到100加速 估计是在5秒里面 就可以完成 但续航力呢 续航力 续航力也相当的不错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呢 它加充电来讲的话 它只要10分钟 就可以把一台车从没有里程 变成